HELLO 我是Emily 今次這條影片就想跟大家說一下我在大半個月前 在淘寶買回來的一些帽子 其實帽子對於我來說也是挺重要的 因為我一個星期至少有五天左右 都是會帶帽出街 因為實在太方便了 我又不用弄我的頭髮 有時候懶得化妝顆頂帽就可以出門口 平時在香港買的帽子 閒閒的都要二三百元一頂 但在淘寶買有時候便宜到十多元 甚至二十多元通常都可以買到一頂 我最貴的都是好像四十元左右已經有了 所以如果你很喜歡戴帽子的話 希望我這條影片可以給你做一個參考 首先由我戴著這頂港氣 這個粉紅色其實是冬天出的粉紅色 我夏天有買過一頂粉紅色 它是再鮮艷一點的粉紅色 這個冬天款是比較暗一點的 其實我買的那個店 它的做法多數都是同一頂帽子 即是同一個款式 這個紙 就會有不同顏色給你選擇 所以如果你喜歡我這條這個 但你不喜歡這條顏色的話 你也可以去看看其他顏色 至於後面的位置 它是有一個扣可以讓你調節鬆的 所以就算你的頭大一點 小一點都沒有問題 一樣可以適合你戴 第二頂就是我頭上這頂黑色的帽子 其實我現在戴著這個 跟剛才的粉紅色這頂是同一個款式 它的字都是一樣 只不過我選了多了第二種顏色去襯衣服 帽子後面較鬆的位置 它都會瘦了一些英文字 它粉紅色的帽子後面就會有淺藍色的字 我現在戴著這頂 後面就是印了白色字 第三頂帽子就是這頂走紅色的帽子 它的質地很有趣 冬天很適合它 它有一點毛毛絨毛的質地 一樣也是有英文字 收了在這裡 後面一樣也是可以較鬆的 其實我在冬天 我頗喜歡買一些紅色的東西 走紅色或者很鮮的紅色去襯衣服 因為冬天好像常常穿一些很深色的衣服 很沉色的衣服 所以就會好像很沉悶 所以就需要一些鮮的東西去襯衣服 這頂帽子相對比剛才那些會軟一點的這個位置 所以我通常這頂帽都會大落一點 至於它後面較鬆緊 那條帶子是非常長的 它還有一個小小的牌子在這裡 質地其實有點像鏡皮 網絡滑滑滑的 CAT帽就講完了 現在就講第五頂帽 第五頂帽 這些好像叫做背雷帽 都是一些冬天比較常見到的帽 我買了灰色 是我最喜歡的灰色 這個呢 不過對於我來說有點鬆 它頭圍就不太適合我 不過是可以接受的 這些帽通常襯什麼衣服呢 襯長布穿得很斯文 就可以戴這些帽 在最後面的位置 是套了一點橡巾 讓它有一點彈性 即是當你的頭髮如果大一點 它都可以令到頂帽沒有那麼緊 不過對於我來說 這頂帽實在有點鬆 再來第六頂 這頂跟剛才那個有點像 都是類似的款 不過這個感覺上會是 比較隨便一點 因為它會有一條比較 運動感覺的一條 好像鞋帶一樣的綁在這裡 如果你是穿衛衣 或者一些運動一點的打扮的時候 都可以戴到這頂帽 到第七頂帽了 這頂帽 是不是叫做漁膚帽 我買了深藍色 它這個質地很舒服 都是毛毛質地 最喜歡冬天戴著頸巾 再戴著很大頂帽 這樣拍照出來 是非常漂亮 到第八頂了 又是紅色帽 紅色真的非常漂亮 但是冬天是超適合戴的 這頂帽子很有趣 好像下衣 有下衣的花紋 它在沒有這條邊的位置 它很有趣 它是有鐵線 藏在裡面 那你就可以做一個波浪型 這頂帽子很漂亮 我非常喜歡 但是有一點點 感覺好像黏了一個 甜筒 那些筒 反轉地吸了 有點這個感覺 不過是不錯的 這個 最後一頂 一樣是像漁膚帽 這個沒有鐵線 只是原本一塊布 塗好了 它這顏色其實挺特別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它每一顏色都是這樣 好像是暈色 有幾種顏色在這裡 這個就是 怎樣叫這個顏色 超級暗的 啡啡黃黃色 再加上 深啡色 一些線 做出來的一塊布 這頂帽子很特別 為什麼會買這個顏色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 因為它 跟平時看到那些帽子的顏色 是非常之不同 很特別 所以就買了回來戴了 這裏這堆帽子 其實就是有兩間店鋪買的 有一間其實我已經買過很多次了 另外一間就是試試新的 所以質素來說 新的那間也不錯 我還是會再繼續看看它 有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買的 另外一間呢 我是非常之推薦 因為我又 上年開始已經幫襯他們了 所以你們有興趣就可以 按他們的鈴鐺去看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個讚我 如果還沒訂閱的話 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另外還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和Instagram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